我想聽哪一方面 先砍頭年紀吧 年齡36歲 小米36歲嗎 是的 但你的樣子又不像36歲 真的不像 你的樣子是靚的樣子 是的 你是不是很喜歡戴帽子 是的 你是不是經常戴帽子 大部份 為什麼呢 如果我去想認識一個女孩子 例如我去看Facebook也好 IG也好 如果我發現想十幅戴帽子 我會想 難道他會弄頭嗎 男人就會這樣 女人少一點 你有沒有特別原因呢 因為 大風吹整個頭都很亂 所以戴帽子就不用整個頭 不是吧 而且戴帽子的頭也不用下什麼 那你不索性剪短的頭髮 因為你也是屬於長頭髮的 過肩的頭髮 你現在還是保持這個髮型 現在是以前讀書時 剪短頭髮為絕 現在做事就長頭髮多一些 OK 你拿著最近 老闆麻煩你形容一下 因為小米的聲音 跟他的樣子不太合 好像這樣說 聲音成熟過樣子 小米的樣子 像是那些嬌的嬌的嬌的聲 如果看過樣子 我的聲音是比較沉的 比較沉的 還想知道小米的什麼資料 先量一下別人的樣子 認認一下 我認為 如果純粹看這兩張照片 剛才Ben也認識我喜歡戴帽子 我覺得他的打扮是挺日系的 日系打扮 如果以上面那張照片 有點像我的一位舊同事 以前的一位舊同事報新聞 是誰? 曾美華 那種樣子 那種樣子 曾美華 你可以看看 有一點像是那種類型 我認為 我看過了 真的也是 它是那些 眼 怎樣形容的眼 腰果眼 對 它不是小 笑起來的眼是曲曲的 對 它不是小 它是腰果眼 嘴是OK的 嘴是薄薄的 櫻桃嘴 最容易 又不算櫻桃 又不算 因為它也算不小 嘴是 嘴是 不是正常 正常 鼻有一點點尖 算不算 是 鼻尖尖 拳骨有肉 拳骨有一點肉 我覺得挺好 挺分明 而且挺高 158 你有沒有玩 158不高嗎 158五尺多 你看它的比例好像很高 因為它身形的比例 是挺均勻的 好像高 平均的身形 好像腳長 你不高的 158 對嗎 對 158女生來說也正常 CLEO這麼高 比CLEO更高 5尺多一點 158比CLEO 比CLEO 比CLEO 我們三個 阿瑞你多高 你知不知道 153 比CLEO更高 比CLEO更高 比CLEO更低 比CLEO更低 對 但158也正常 小米很重 好像現在應該有48kg 48kg 48kg 1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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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看 身形差不多 是很適中的身形 小米做乘航 可以找到嗎 OK 現在做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 你是哪一庭 接別人的 譬如買了新樓 之後 就找你們去設計 那些 還是哪一庭 公司做什麼都會做 有住宅商業都會做 是的 公司看自己接了什麼 我們會做什麼 最近主要是做住宅的設計 來後可能會做商店 OK 就是每一項都會做 這份工作做了多少年 這份工作 這份工作 其實我剛剛才轉工 因為這個行業 我也是剛剛才轉 轉了一年 之前做化妝設計 都是設計 你看他的衣服 你看到他是 化妝設計 有些風格 是的 他有些要求的人 來得到9號的朋友 那你轉這個新的行業 你自己喜不喜歡 喜歡 因為我本身喜歡做設計 任何設計都喜歡 那你家是否因為做宅內設計 你自己每一個角落都很精心地擺 不會 其實空間有限 所以不會 盡量擺到多少是多少 OK 小米 上一次拍拖是何時的事 上年 上年分手 上年分手 那次拍拖得久不久 幾年 幾多年 三年還是八年 好像三年 三年左右 後來分手的原因是 分手的原因 其實大家的性格上 價值觀有些不同 和經濟的問題 我想知道 可不可以多說些些 經濟那一部分 因為她是自己創業的 但是一創業就 失敗 收入就不太穩定 那我又覺得不穩定是OK的 但是你要自己去找方法 令自己 應付到自己基本的生活 但是都 那她不行 那怎麼辦呢 她是找家人幫忙 謝謝道日 還是找你幫拖 我幫拖 她出聲找你幫嗎 嗯 是啊 這樣就 金不金呢 幫得 即是每個月 每個月要 每個月要拿一萬幾千的幫 還是一砲 要給他很多 還是 逐幾個幾個 這樣濕它 在她家的 任務生意 任務生意 幫她交租 因為她自己搬出去住 哇 租位很金的 嗯 OK的 因為都是住倉房 OK 但是因為 正所謂 她是長貧難固 而且你看到她 又好像自己 你覺得她是 不夠努力 或者太頑固 因為做生意 有些太頑固 不轉搏 都是難搞 容易死的 那是哪一種 令到你覺得 都是 開始失望 暫暖 我以為 嗯 我覺得 在她的範圍裏 未夠努力 OK 她介不介意透露一下 她是做什麼類型生意 嗯 做 做 production house production house 就是接 show 那些嗎 她又不至於 她是 做 event 做 event 就是有些 exhibition 就是做一些project的東西 看她接到什麼回來 那他没够努力,他没有出过去找职业,还是有些职业他不做还是怎样 应该是属于未努力去找职业,找不到职业他也可以做兼职 哦,那就对了,整个星期都有空了,为什么不出去做其他事情 为什么不去做兼职呢? 如果你说你不需要人帮忙,你可以不做兼职 对不对?我用我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你可以 但是你要人帮忙,你就不可以 理论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变相如果你又不出去工作 你的时间是空了,变成我正在养职你,那就很不对 说不定他自己去做事就不用人帮忙了 所以后来当时离开了他 直到现在就单身了一年 是啊 你这么久以来拍得多不多拖啊? 五只手指左右 也不是很多 那你有没有发现那五次来算,你飞人多还是人飞你多? 嗯,应该都是人飞我多的 真的?这么惨?为什么?什么事啊? 有没有说为什么的?每一次都 我们要分手了,小米 因为呢 因为我转到Apple 对,Android我真的搞不定了 你用华为 有没有原因呢? 通常都是第三者 或者是 而 性格上 可能他会变成我 因为我比较喜欢自由多一点的 如果他管我太多东西的话 我就不喜欢 你的自由意思是个人空间? 个人空间,是的 那你会不会能够去报导的? 嗯 都可以的 就看情况 即是每天 譬如你会跟我男朋友说 我现在上班了 那一会儿下班之后 我就约了同事喝东西 跟着就跟家人吃饭 吃完饭 如果没什么特别东西回家 如果有朋友再聊喝东西 我可能再出去 绑了,行不行? 都会的 不过都未必会那么细节的 但是基本上 就是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 就看有没有做不做 就回家 OK 那你又需不需要 in return 要别人报导 都想的 起码都知道 它是安全不安全 又不用说很细节 香港真的这么危险吗? 那不是危险的 只是觉得 大家都有个安心者 那么多意外的东西 OK 你说第三者试得多不多次? 因为好像你说的 一定不止一次 都多的 有什么原因? 都有两三次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跟我拍拍那些 硬要找其他 除了对方花心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原因? 都没有 她的原因 男人都是仆街 一句原因 全部都靠 每一个靠得住 每一个靠得住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待大家 终本重温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 次